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着自己与兰花的传情故事 袒露着对兰花的挚爱 柔和在自己的生活里 在当代 生活纷繁喧闹 我们总要放慢脚步 在兰花小馆 沉淀心情 闻香品名 赏兰会友 寻一份淡雅宁静 苏心幽兰 富裕芳华 在2023年第二届中国春兰节上 李主兰花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 兰花从此有了迪美身份符号 兰农从此有了统一运营品牌 而兰花小馆 作为推动品牌落地的重要载体 作为优雅从容的七居之所 为您提供传统 民族 东方的审美价值和情绪共鸣 这是蓝成为产业发展 成为情感融合 成为生活方式的传承与创新 黑白为主的底色 是江南水乡白墙白瓦的独特风格 源自王羲之书法的兰花小馆扁额 一笔一画 犹如窗龄间的兰叶 舒展摇曳 黄梅 清河 花开富贵等春兰名品 浮以微盆景 书法画作 精致典雅 仿佛速率简朴 内心风盈的您 散发出高洁清新的气韵 首培兰蕊两三载 日暖风和 刺地天 作就不知香在世 推窗时有 蝶飞来 元代诗人于同路所描绘的闲实意境 在这里生动演绎 以花为美 以兰兴叶 兰花小馆是石兰 赏兰 品兰的文化空间 更是李主兰花展示销售的共赋平台 馆内销售的兰花 以及与兰花相关的衍生品 文创产品 都来自李主兰花产业 乡村共赋联合体 所得收益也将全部分配给兰农 柯桥万达广场 李主花市大厅 国兰家庭农场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深远 兰花小馆已经亮相 就祸奋无数 目前 北京 杭州 昆明等地也在加紧布局 未来 兰花小馆将在您身边一一呈现 与您优雅联动 共情共生 我们更期待与您跨界合作 推动兰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以小兰花成就大产业 以产业升级引导文化自信 共同汇救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 世界上最精美的城市 自在幽兰之世界 那是无星之所向 兰花小馆 一会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